野心勃勃的美帝21世纪初就提出一小时达的即时全球打击概念 然而17年过去了 美军研发项目频频受挫的今天 我们空天飞机已经在计划的路上向我们走来 网友表示还真是美国提出来 我们负责实现啊 据央视新闻近期报道 中科院院士包围明 为我们介绍了我国一批先进航天项目的阶段性进展 五云一车商业航天新格局中 腾云工程堪称航天领域实现航班化的关键一步 其中包含可重复使用飞行器的目标形态空天飞行器 从图纸到模型到试验器到最终投缠使用 当中每一项技术进步 我国可重复使用飞行器于今年9月4号 由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 并于9月6号安全返回 新华社评论称 此次成功试验为后续往返太空提供了一种更为便捷优惠的选项 虽然有人将此次我国试验的飞行器 与美国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类比 但美国X37B自2006年发布概念以来 至今已知建成的飞行器仅有两架 且截止到2019年10月 已接连完成5次载轨飞行任务 共计耗时2865天 对这数字背后的目的 各界猜测怀疑声不断 五角大楼也一直在否认从未承认 我们的空天飞行器项目定位与美国不同 初步利益在于航班化发展 即空天飞行器运载规则逐渐与航班看齐 安排固定的运载时间点 运载周期段 价格也将渐区平民化 对国民的出行方式将产生巨大影响 虽然就功能而言 军民同用不存在技术难题 届时空天飞行器将实现 全球一小时抵达的航天运输 将充分满足我国航天商业领域的运载需要 经济文化生活和观念等社会各个层面 带来深刻影响 这一过程据包院士介绍 将细化为经典的三步走阶段 预计到2025年完成起步建设 破解关键技术 建成适用系统 到2035年初步实现小目标 实现年飞行百驾次 货运千吨级 客运千人次的运营计划 到2045年全面建成航班化目标 适应需求市场 预计年飞行千架次 货运万吨级 客运万人次 从经济上看 现阶段运载火箭 还达不到航班化的硬性要求 准备时间长 价格昂贵 实现中的航天飞机 不仅在设计目标面前还有差距 且研发生产耗资达100亿美元 而每次飞行 预估耗价约为5亿美元 发射前还需准备数月 这么高的消费水平 即使实现全球一小时升降送货 也只能成为富人的游玩项目 技术上要实现这一目标 其核心也分为三部分 一 以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配合高超声速技术 二 生力式可重复使用运载器 搭配高超音速技术 三 最终将结合先进组合动力技术 工程院院士 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曾表示 这三部分研究难度逐渐增大 应同步进行 遵循从部分到整体的发展思路 由火箭动力逐渐过渡到组合动力 并逐步实现入轨的单极化操作 最后形成完全技术能力 据了解 我国研发的空天飞行器 不仅能够在天地往返活动中多次使用 而且能够执行航天发射任务 可被用于载人航天 实现太空旅游 航天员飞行任务等服务的航班化 也可被用于空间站货物补给 太空突发状况救援等行动 预计到2045年 可实现的全球一小时抵达航空运输能力 对国内外的交通运输方式 都有着广泛影响 从字面上看 不难让我们联想到本世纪初 由美国提出的全球一小时打击计划 此时来看 我国距离全球一小时的目标 较美国更为接近 全球一小时到达 最初源于冷战时期的美国 对海外军事基地功能的维系需求 广撒网 以迅速回应苏联方面发动的袭击 这些基地大多位于亚欧地区事故多发区 战时拥有提高备战水准 以及缓冲火力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 一部分人认为 这些基地的战略作用已经如同鸡肋 最终的讨论结果是 美国还是应当维持远程打击能力 以使美国具备打击全球任何地方 存在的威胁的能力 确保在军事基地不可用 或者没有用的情况下 实现全球打击 据美军向国会提交的 常规性及时全球打击和远程弹道导弹报告 自2003年 美空军的裂损计划开始 到美陆军的先进高超音速武器 再到美海军基于潜艇平台的常规及时打击 研究项目多达七种 通过试验阶段的还在少数 可选用武器一直在常规弹头和核弹头之间徘徊犹豫 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一旦误会 就引发两国之间又一次冷战 甚至直接宣布对美核反击 据描述 空军发起的再入式飞行器 通用航空高超音速飞行器项目计划 能够满足全球一小时打击目标 并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 机动偏轨的功能 以使得命中率维持在误差不超过三米的范围内 话虽如此 实际上CAV至今未公布参数 也未进行相关测试 所属性能也仅停留在纸面上 但这些成为了下一代超音速技术飞行器的理论基础 然而 HTV-2在2010年至2011年的两次飞行测试均以失败告终 所谓的再进入式飞行器 即被发射的亚轨道后 再次进入大气 并对特定目标进行打击的飞行器或载体 HTV-2失败之后 美空军随后尝试了一种被称为弧光的导弹项目 属于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计划 预计作为及时全球打击的运载工具 原型基于标准三型反弹道导弹 设计航程可以从发射军舰打击3700公里目的地目标 但是2012年该计划就做不下去了 财政拨款也随之停止 对此国防设计局辩称 弧光导弹将不作为及时全球打击的一环 而仅仅是战斧巡航导弹的替代品 虽然空军的研究项目并未取得成果 但为陆军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陆军的先进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在第一次测试中就斩获成功 成为常规及时全球打击的主要候选者 2018年五角大楼表示 空军海军将参与项目共建 三方参见目标有所区别 海军将作为常规及时打击的一部分 陆军打算在远程高超音速系统中 加载这一武器 空军则期望拥有高超音速常规打击武器 其中空军在2021年预算中放弃了这一计划 转而专注于空射快速反应武器系统 搭载延续自HTV-2项目的战术滑翔 再入式飞行器 而海军项目从珠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就能够看出端倪 环球网10月20号消息称 美国海军首例隐身驱逐舰朱姆沃尔特号 近日完成首次导弹试射 试用导弹为标准2型防空导弹 实际上标准2并不是美海军心中所想 据朱姆沃尔特项目人员介绍 美海军的最新型驱逐舰 可能配备的是尚未生产的常规打击导弹 这种导弹可在一小时内 击中地球上任何指定地点 而为什么是朱姆沃尔特号呢 这款隐身驱逐舰为这种战略武器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战术双向延展优势 朱姆沃尔特号被设计为 可在深蓝展开大规模电磁作战武器的军舰 因此将配备远程武器 传感器 以及其他增强杀伤力的技术装备 配合朱姆沃尔特的隐身属性 这种致命的杀伤力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加强 而为了研发出这种常规打击导弹 朱姆沃尔特的采购数量 从28艘降到3艘 只为提高适配弹药的研制经费 此外2018年 美国海军试图将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 和海军版战斧集成到朱姆沃尔特上 仅标准6一项就耗费近9000万美元 2019年 美海军中将威廉莫茨承认 是先进导弹系统的研发 拖累了朱姆沃尔特的整装进度 今年早些时候 朱姆沃尔特及首舰朱姆沃尔特号交付海军后 仍处于为安装完成战斗系统的近似裸件状态 总体而言 美军基于即时全交打击理念的再入式飞行器计划 还在试验阶段 空军 海军 陆军在各自的计划中 大多将之落实在 即时打击 远程打击等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上 此时 即时全交打击计划在他国眼中 必不可少会带有核威胁色彩 尤其是在美俄中程导弹条约破裂 新削减条约续迁无望的形式下 俄罗斯就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一忧虑情绪 俄军8月7号称 任何形式的导弹攻击 因无法确认其威胁性 俄方都有权释其为核弹头导弹 并发起核反击 这一问题 美军在研制及时全球打击武器的时候 也考虑到了 并且几乎贯穿整个打击计划的弹头选择讨论中 皆意见不一 2001年 美国空军少将戴维斯科特曾表示 没有使用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 次日 美国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就说 基于洲际导弹的及时全球打击系统仍是备选项 许多美国分析家认为 美国历来主张将弹道导弹经由北极上空发射 这样一来 这个路径的部分弹道导弹 大部分会朝着中俄飞一段时间 甚至有可能经过这两国上空 那么中俄极有理由认为 美国发起了可能带有核弹头的武装袭击 对此 美国科学家给出的建议 竟然是与俄罗斯合作 甚至主动要求向俄罗斯透露自己使用的并非核弹头 比如 选择没有核弹头储备的空军基地 发射远程常规弹头导弹 或与俄罗斯建立合作机制 互相探讨拟定的军事接触 高层决议并保持联系 以使俄罗斯了解美国的导弹计划 以至于观测到一枚美国导弹 就能够通过可分辨的差异 判断出美国这次下的是什么弹 另外 美国愿意事先和俄罗斯通气 建立美俄导弹专线 互相确保发射的导弹不携带核弹头 并且目标不在对方境内 这样的美俄合作场景似乎似曾相识 不知道这次俄罗斯会不会上钩 此外 美空军温馨提示 常规打击导弹使用常规助推器和高超音速载体 其飞行路径将不同于核弹 具体而言 计划中的常规打击导弹弹道高度 仅达到152千米 因此 不会出现类似于核弹朝向中俄目的地的轨迹路线 国防部也声援称 潜艇所用的中程导弹 也使用助推滑向系统 将遵循特定形状轨迹 与核弹弹道发射特性不同 总而言之 美军尚未成型的及时全球打击计划 其真正可使用的威力 甚至不及使用不但可能受到的反击力度 综上所述 目前美国一小时全球打击计划中 一期尚存的可行径方案 是美陆军提出的先进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现在被用作海军常规突袭计划的研究基础 同时 五角大楼正在寻求多种精密常规打击武器的研发与选择 例如 海陆空三军将在2020年代初期 共同开发和部署的高超音速武器功能 而中国的东风26 东风17 已经服役 能够全球一小时投递人员物资的航班化 航天运输项目 也正在实现 所以有网友评述道 真的是美国负责提出构想 中国负责实现